看称地表最大规模人口迁徙的春运 早已经拉开大幕 数以亿计的中国游子 扛着大大小小的行囊 赶路回家过年 当地各大机场 火车站等等 人流如潮 大家归心四见 根据官方统计 今年春运期间 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预计将会达到90亿人次 创下了历史新高 今年为期40天的中国春运 从1月26号开启至今 已经迈入第14天 境内各地大堵车的消息 络绎不绝 机场 火车站同样人来人往 彰显满满的生机与活力 游子托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 里头塞满了给家乡亲人的礼物 也有人选择春节出游度假 箱子里装着漂亮的衣服 心里充满过节的期待 没有什么亲戚在这边 所以回去还是热闹一些 再一个也是像我们这个岁数 把父母岁数比较大了 想回去接这个机会看看父母 那作为父母来讲的话 肯定他们特别希望自己子女 能够在过年的时候能够回去 每个赶路回家的游子都存在着不同的点滴故事和记忆碎片 随着时代变革 春运的节奏也悄悄发生了变化 从绿皮火车到自驾陆地舰队 从泡面 馒头到年货骑士开上春运列车 每个年代的变化都验证着时代的进步 但不变的是人们的团圆倾诉 中国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 今年春运期间 全国跨境客流量预计达到90亿人次 创下历史新高 和以往不同的是 今年自驾出行的比例达到了八成刷新历史记录 不过游子遇上了降雪和冬雨天气 打乱了回乡行程 马星社电视综合报道